蜜尿科胃教时间跟大家介绍的题目叫做贫尿 这个题目很简单 贫尿每个人都有贫尿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贫尿到底是为什么 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贫尿的定义是这样子 一天我们解小便通常不会超过八次 不会超过八次 那膀胱的容量 大概我们在100到150cc 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尿液感 那到了350cc呢 就会觉得有脏尿感 那到了500cc呢 就会有急尿感 或是下腹部不舒服 所以正常的人 一般解小便呢 大概就是350到500之间 所以35到500中间 一只看你放几遍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解小便呢 大概六七次 也就是说你小便的量呢 差不多是2000cc左右 2000cc 所以2000cc左右呢 那通常喝醉就大概就2000cc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说 喝水要喝多少 要喝八大杯 那我们讲八大杯呢 其实差不多一杯是350啦 不是500cc那么多 350 那这样有喝就有尿 那有尿的话呢 那每次的尿的量 足够你就不会觉得贫尿 而且呢 我们晚上的尿呢 不会超过每天的三分之一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晚上小便呢 我们的尿会浓缩 会浓缩啦 所以我们看晚上起来 再起来 再起来放流 都会很黄 那就是因为我们流浓缩 你的流浓缩 超过我们整天的三分之一 以上 而且小便呢 很清澈 透明 没什么黄色 那就是要注意 那有可能是你暗时 尿没有浓缩能力 那没有浓缩的能力 我们的尿 就变成很多 所以呢 一个人如果说他 一天排尿量大于八次 我们就叫做贫尿 八次就是说 大概两个小时一次 那晚上睡觉 当然不能算在里面 两个小时一次 大概六七次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晚上 八次以上 那如果说你有贫尿 而且有尿急的感觉 什么叫尿急的感觉呢 就是说 你有尿易感的时候 忍不太住 突然间觉得尿来了 然后就要赶快去 要不然就好像快要跑出来 尿要露出来的感觉 这个叫做尿急 急尿 那有些人就忍不住了 可能就一急 尿就滴出来 所以男生就 有时候就手抓着 就一直跑 厕所 那女生有时候 腿就要夹住 这样子都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所以呢 如果说贫尿 尿少 那就是膀胱的问题 如果是贫尿 可是尿又很多 小便每一次的量都超过350 那就叫做多尿了 多尿跟贫尿是不太一样 尿很多 次数很多 那是因为你的尿量 每天的尿量很多 那如果说我们晚上的尿量 超过整天的三分之一 然后又很多 每次小便的量都超过350 那就叫做夜间多尿症 夜间多尿症 好 贫尿有什么原因呢 其实贫尿原因很多 那通常 大部分的人 年纪大了 我们经常听老人说 老人 老人 膀胱没力了 所以不需要去便宿 其实不对 老人 皮尿 常常是膀胱更敏感 膀胱比较敏感 什么叫敏感呢 就是说 白白一点点的流 放在我的肚子 我的膀胱里面 我有可能都没有感觉有流 但是放在你里面 你就觉得流 不太感觉有流 在里面 你觉得流筋筋 或是肚子不舒服 那有这个膀胱比较敏感 敏感不是过敏 是有点敏感 另外一种就是膀胱过动 膀胱过动就是什么 它会叮咚 所以你就会感觉尿痣的感觉 第三个 有人说 兼职性膀胱炎 尤其是一些妇女 以前膀胱坏痒 还是以前憋尿 有流外头去放 憋太久了之后 这个膀胱就会慢慢的 变成发炎 所以有这个肩脂性膀胱 也会让你很贫尿 有的通常他刚才说的 多尿 譬如说你有糖尿病 肾脏病 还是说你有心脏病 心脏衰竭 我们晚上的尿都会很多 就多尿症 还有有些人 贫尿是因为水喝太多 因为家里可能有人糖尿病 有人肾脏病 就听说 你就是都没喝水 才会这样 所以拼命来喝 喝一个太多的 变成多尿症 还有一些老人 他拼不清 他拼都拼了一段 每一次拼 可能里面有三百 他都拼了五十一百 里面都伸流 伸流很多 直接流来又再拼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 排空膀胱的贫尿 好 所以膀胱敏感呢 其实很常见的 因为膀胱敏感 没有任何膀胱过动 或是夜间多尿的情形 但是老是有尿液的感觉 有时候一胀尿呢 他也不会觉得尿急 或者是说 他有觉得膀胱疼痛 这就是 通常是因为身体不好 或是说压力大 或者是说 环境不适合的时候 有人想买这样 有个小孩 如果要磕磕磕磕磕磕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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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及时 就在瞎口线 专心认识之后就没有这样 这是膀胱敏感 这些白人呢 如果说 他晚上的贫尿 同时也有晚上夜尿 大于两次 那我们要注意 是不是他膀胱还是有问题 那如果是白天贫尿 晚上不会夜尿 那很可能 一个问题是心理因素 就是说 一个人的膀胱如果有问题 不只是白天有问题 连晚上睡觉都有问题 所以我常在问 反正说 你磕磕 你晚上就睡 睡了 那就不是膀胱的问题 有可能是你白天 因为压力 或是紧张 习惯性去上厕所 就有这个磕磕的现象 那另外膀胱过动症呢 是最常见的磕磕原因 通常呢 它磕磕之外 还会有急尿 或是急尿失禁 但是它每次小便的量都不会太多 差不多350毫升以下 那这里面呢 一些病我们要注意 有的人是糖尿病 心脏衰竭 慢性肾衰竭 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 都会可能造成膀胱的神经变得比较敏感 然后产生膀胱过动症 那膀胱过动症呢 一些老年人的 我们要注意 有可能 比如说有前列腺肥大 造成排尿解不干净 也会这样 或是膀胱的压力更大 也会这样过动 轻微神经性的疾病 比如说 脑中风 阿滋海默症 比如说老年痴呆 这早期的 或是我们以前都弄过 头发要出过 这都有可能 产生膀胱过动症的现象 另外呢 我们常见的坚持性膀胱炎 这些病人呢 除了皮尿脊尿之外 它还会有这个下腹脏痛的感觉 但是呢 这些人不会漏尿 坚持性膀胱炎的人不会漏尿 他只是觉得闷闷的 很急 不舒服 但是他不会漏尿 每次排尿量都很少 只有三五十cc 也没办法忍受 必须要去排尿 晚上的尿 特别少 老是觉得有小辈子 有人说 晚上就十几遍 每一遍都五cc 十cc 要滴滴滴滴 其实呢 他的膀胱都不穿 他就想要倒入 那这些阶子性膀胱炎的人 我们领力 他会跟大家说明 他会特别 一个要不一样的治疗方法 另外多尿症呢 就是我刚才说过 糖尿病 高尿酸 慢性肾脏病 都有可能 外人有这个尿奔症 整天要留 两三千cc 在放都有 这种的呢 导致尿量增多 所以小便的量都很多 有时候 整天的尿量 有四五千cc以上 如果有这么多的尿 这就是表现他有制造太多 我们来检查他的 可能有内科疾病 然后加以治疗 那如果晚上尿量超过三分之后 那就是说 有夜间多尿症 所以 有一些人的担心说 他这个 身体不喝水 会造成肾脏发炎 或是反复膀胱发炎 所以你就喝水喝水 喝一个太多 那这些人呢 只要如果没有什么膀胱的问题 我们可以建议 少喝水 就可以改善 那至于这个 没有办法排空膀胱的这个皮尿 就是因为 它有色物腺的阻塞 导致没有办法 这个膀清掉 或是说 它真的是老了 膀胱很没力 没有办法解干净 所以呢 它每一次小便 把人家的膀一缩出来 它有大量的残尿 在膀胱里面 所以它就变成 一直在膀流 有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 因为碰到 压力高 中流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液尿 流流出来 所以这一项 刚才说的 多尿症 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 敏感症啊 过动症啊 或是说这个 这个膀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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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舒服 常常会觉得脏脏的 这个感觉 其实我们可以用 骨盆体的肌肉运动 来改善 膀胱 这个状况 它可以呢 增加膀胱出口阻力 减少膀胱的敏感度 那使用药物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生理回馈 来做骨盆体的运动 就是我们经常说 这些女人 用这个 凯格尔运动 这些要做得健康 好靠 你如果做得不健康 你把大腿这样夹来夹来 那坡都不好 那至于说 你夜间多尿症 还是我们整里里面 水淋太多 产生了多尿症 应该要用油 或者是说 有调整的饮食的习惯 来减少颜料量 来做手 骨盆体 具有运动 这部分 我们可以做这些运动 这些运动呢 可以让我们的骨盆体 比较硬 也可以让它放到 比较轻松 重要的是 这个骨盆体运动 它可以抑制我们膀胱的感觉 所以你如果有时候 你觉得瘤得快 像刚刚就瘤了 而已 现在觉得瘤得快 我们做整个运动 做整个 五个十个 慢慢的 你会觉得那些感觉就没有了 那就是这些运动的作用 这有种 神经调控的作用 好 排尿日子 医生我们经常会跟你说 你如果 你回去记录一个 放到这个情形 有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记录 你都不知道 你到底喝多少水 你放多少 浪贵 你如果记录了 你就知道 原来我的 喝水量 我的这个 急尿感 或者晚上的 小便的量 跟次数 是多少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膀胱 一些问题 排尿的问题 所以排尿日子 对了解自己排尿的情形 跟排尿量 有很大的帮助 正确的记录 可以提供我们 医师很好的诊断工具 让我们可以了解病人的膀胱 跟排尿情形 给他正确的治疗 所以大家要好 如果医生 告诉你 我们就要来记录排尿日子 就要认真 有记录 你就了解 原来我们的膀胱 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可以加以解决 花蓮慈激医院 慈激医院的密尿部 排尿障碍的这种 卫教的这个网站 可以提到这个消息 我先对我们大家 多少有一个帮助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 介绍我们支持 好 感恩